文革消息 教育部每一年都會基盤 這個閱讀磐石獎的比賽 提供到我們國中小學的學生 來觀察 今年中華觀眾共得到十二的中央 全國是白名第三名 也是在歷年來 得獎最初做的一次 落頭大來的家裡 學生小孩用外交的方式 從公主找來裡面什麼東西 用演的來聽演 今天中華館有四間學校 在到教友報閱讀磐石學校的訓練 包括讓我們國中 萬學更少 新鮮更少 以及媽祖更少 雖然是偏用的學校 教教組玩得比較欠款 不過學校用學徒 讓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 提升小孩的競爭力 閱讀磐石獎推動 基歐的興奮 我們累計的得獎人次 是全國排名第三 僅次於新北市台中市 那張華館的閱讀種子 撒遍各角落 我們有172個社區閱讀中心 有17座愛的書庫 有8座活水書庫 有12棟無人圖書館 除了四間學校在到閱讀磐石獎 坤定儀館 推動各特志工 團體和個字 也是標用的重點 官長有民國之次 官府會繼續 提供豐富的各特主館 搭著彰化館 為一個要讀書的文化大館 也讓優秀的好好團體 既然跟第一孫的告訴 作為會期待的好朋友 大眾的新聞中 謝良 中華 蔡宏博德